購買商品所取發票 但是您知道嗎 根據統計 台灣一整年要用掉80億張紙本發票 相當於砍伐8萬顆樹木 為了響應節能減碳 國稅局鼓勵民眾使用電子發票 只要登錄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網站 點選辦理手機條碼申請 輸入手機號碼和E-mail地址 就可簡單申辦 通過認證的專屬條碼 可列印下來隨身攜帶 未來結帳時出示手機條碼 請電源掃描 即可將電子發票存在網路雲端 系統還會自動幫您對講 環保也有便利 能夠體會到這個環保節能以外 還有這些能夠產生的效益 以消費者來講的話 也能夠讓消費者不要這麼麻煩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 還可以節省紙張印製 郵寄費用並降低人力成本 存在雲端的交易民信 還可以縮短買賣雙方的交易周期 節省時間成本 及保存發票憑證的倉儲成本 這幾年每年逐年的這個 紙張的使用量 事實上都有逐年的下降 那我覺得對環境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另外也可以在智慧性手機 下載雲端發票APP 國稅局自今年7到8月期 統一發票開始 每一期增開2000個 2000元獎金的獎項 專門提供給使用悠遊卡 iCash 貨幻卡 手機條碼等載具消費 且不列印電子發票的民眾對講 有關電子發票的事情 我們自然連每個申請 刷一下就OK了 財政部也舉辦抽獎活動 只要是今年7月1號起 到10月底前 索取五指化電子發票的消費者 就有機會抽中Toyota汽車 ASUS平板電腦 及大同天鍋 捷安特腳踏車等重量級毫力 百萬抽獎活動期間 每索取一張五指化的電子發票 就有一次抽獎機會 索取越多機會越多 你會請看 請看 請看 請看